农民在田间用心管理 经过验证机构层层把关 产出新鲜安全安心的产销履利农产品 消费者只要在购买时 识别包装上的产销履利标章 用手机一扫QR Code就能获得产品履利 那我们透过履利器做 同时也可以让农民能有更高更高的收入 那这样子同时间可以让 台湾消费者吃到好吃的稻米 那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这三只稻米呢 现在目前都直接外销到香港跟澳门 那这样也可以提升台湾的农业的发展 因为我们农会在云林地区 是花生杂粮的最大产区 所以我们的花生市场台南14号 那全部从生产到加工 都是一系列都是我们农会一条龙的作业 我们直接跟农民去做 还有自己加工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全省第一支有产销履利的花生制品 所以消费者可以很简单的 用手机或者是按照追溯码 把它打到电脑里面可以查得到 这个产品是由谁在什么地方 用什么方式生产 那我们生产到目前三万多公顷 所以本来只是走直销的路线 那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多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非常积极在最近 我们就一直在首先在通路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优先拍卖 同时把能量建过起来 所以我们优先拍卖之后 我们本来预计到明年的六月 要能够达到拍卖市场拍卖量的5% 但是托各位之福 我们在十月底就已经达到了 拍卖的展销履利的量已经达到5% 那拍卖的价格比以往还有现在 没有用产销履利的这些农产品的价格 增加了将近两成 农粮署为了增加产销履利农产品 通路集能见度 108年起在国内7处主要批发市场 建立产销履利输果 优先拍卖及交易专区 发现交易量大增 显示国民需求与业者接受度 盼能进而带动国人选购产销履利农产的风潮 保障自己的食安健康 同时也支持国内农产优质产销业者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